上周港股高开低走,自去年四季度以来,港股市场区间震荡,同时重心逐渐下移,美国货币政策卖向收紧,内地疫情反弹,俄乌冲突及中美紧张关系导致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升温。 再加上中概股面临退市风险,都令港股首季承压,行指振荡整理的行情依然延续,市场的谨慎气氛转龙。 各大板块之中,内房股和物管股仍来政策暖风。 消息面上,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4月5日,全国已有超65个城市出台楼市松绑政策。 然而,短期内市场整体供求和成交上没有明显转乱迹象。 一季度百成新房成交规模降于四成。 百强房企累计销售业绩整体同比大幅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七。 从实际结果上看,房企资金压力上未得到实质性改善。 政策依然没有有效传道。市场信心还未完全收复。 唯一的好消息是二线城市近两周商品房销售形势有所改善。 预计房企在今年的销售目标将更为谨慎。 行业前景也仍然难以明朗。 此外,内地疫情趋严峻,物流受到了限制。 数据显示。 截至4月7日。 公共物流源吞吐量指数领得72.7。 相比3月104.2,下降百分之三十点二。 主要快递企业分拨中心吞吐量指数领得68.1。 相比3月97.9,下降百分之三十点四。 整车货运流量指数领得70.7。 相比3月111.9,下降百分之三十六点八。 全球市场聚焦美加息动向。 高度关注美联储缩表政策。 一零年期美债息一度升到接近2.7来。 创2019年3月以来高位。 在全球利率上行以及供需关系持续失衡的环境下。 经济活动复苏缓慢。 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将在短期内与金融市场的波动并行。 重磅蓝筹股业绩后展开回购潮。 或许市港股近期的积极因素。 其中,腾讯00700,连续十个交易日出手回购。 回购额达30亿元。 出手最豪爽。 业绩后每日大手回购的蓝筹。 还有汇控00005及友邦01299。 此外,阿里09988和小米01810等互联网龙头亦在近期有出手大额回购。 从这些真金白银的回购。 可以看出公司管理层对未来经营的信心。 2005年以来港股共经历五轮回购潮。 均在市场大幅下跌和股值处于低位时开启。 整体看。 回购潮后港股各行业均能企稳回升。 科网板块表现相对最好。 目前港股从技术走势看。 恒指营首于21,200点的支撑位以上。 阶段性稳定状态仍可保持。 和上周的观点一样。 港股在3月下旬已从低位反弹收复了不少。 但由于俄乌局势。 美国加息。 通胀高企以及经济转弱等负面因素未能进取。 预计港股现时的弹性仍将受到制约。 短期运行区间还是会在21,000至22,700点之间。 突破这个区间或会产生新的小趋势。 比较而言。 上行阻力要更大一些。 机会更多来自于高抛低级。 板块热点轮动。 目前位置多看小动。 若逢快速回落。 接近2万点附近。 可能会是更好的入场位置。 金管理。 预定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